我被关在秦城时 当时中国文艺界 几乎是唯一被关进秦城的人 我被关的时候才二十多岁 一个弹钢琴的 我关在监狱那时候 因为我是个重要政治犯 全部是一个人一个牢房 一个囚使 跟任何人都没有接触 也不知道其他外界的任何情况 他们当时管夜社用了一个词 叫黑后台 说你要揭发你的黑后台 到底关多久 完全不知道 无限期 那时候公检法也没有 根本也没有什么判刑 所以我被抓以后 我根本就不知道 我何年何月何日 才能够出去 有生之年还能不能出去 完全是一无所知